大口吃著樂沙海鮮麵 旁邊還有海南雞飯 道地的南洋料理 通通可以免費讓你盡情吃到飽 高雄這邊目前比較少這類型的菜 所以說有這個機會 我會想要去試試看 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新開幕 然後就感覺可以參與到 就是新的活動 招來是吃緣 星級飯店出奇招 還只有限量一百個名額 我們今天推出這個廣告 就是要跟客人一起參與 他們在新加坡的想法 哪個菜是最好 讓大家知道 有一個新加坡的餐廳 來參與 其實隨著產業結構調整 加上以後內需熱絡 服務業缺工潮越演越烈 主機總處統計顯示 2001年服務業就業人數524萬人 佔總就業人口的55.9% 逐年增加到2010年的58% 直到今年第一季服務業就業人數 692萬人 衝破60% 創下歷年新高 主營就是商業活動擴大 國人休閒旅遊熱絡 以及醫療專業科學服務業 發展蓬勃 為此國發會還將修正 未來十年整體人力的需求推估 服務業包含餐飲業 觀光業缺工的狀況 大概是落在25%到30% 也就是大概每四個職缺 只有三個職缺可以補得起的一個情況 那可能孟雄上除非要調薪之外 可能也要破例使用這個 一些多用一些中高齡 勞工來解決缺工的問題 醫後服務業復蘇 但是缺工問題難解 產業發展趨勢瞬息萬變 業者也只能以不變應萬變 歡迎新聞林維凱 就是林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